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25号星期六 今天早上前的时候 我们已经报了 美国FBI最后是强行撬门 进入了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 那么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 汪文斌对此做出了强烈的谴责和抗议 他说休斯顿总领事馆是外交领事的管 管设是中国的国家财产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和中国和中美的领事条约 美方不得侵犯的中国总领馆 虽然是关了也不行 反正他就这样 说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经验反对 所以中方将就此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 就是说誓言要报复 在想成都领事馆 他们估计要搞一个闹剧 昨天不是说他们放炮 说警察抓了 后来有人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说是什么的 GNTV什么的一个记者在前线 然后在成都领事馆那访问 就是采访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是居民在这儿要结婚 所以才放炮 到大事馆 胡说八道 这简直就都乱套了 然后还有还说什么 说是这样子 说成都大使馆的 成都领事馆的总领事的老婆 是个台湾人 是个台湾的一位女士 然后因为他现在就是陪着他老公 在成都生活 他就是他也没有 就是说去工作 他干什么 开始就当美食家 美食家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片场的成都的美食 然后写一些报告 他还出了书 出了一本书 就是哪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最好吃的介绍什么的 然后还收集了很多 因为成都不是搞火锅 就搞了很多火锅底料的配方 然后中国网友就说了 说他盗取中国的国家机密 我们的火锅的秘方 别让他把火锅底料给我们带跑了 让他交出来 就是一出闹剧 你知道吗 然后还说他是个台湾人 他把我们的秘方都带到台湾去了 你知道吗 反正就别提了 然后还有一个 说是咱们方面派去的 一个扫地做卫生的 你知道吗 当然也别说咱们派去的 可能也不是咱们派去的 可能他们雇的 雇了一个扫地做卫生的保洁员 然后保洁员 说是在成都的领事馆里边 找到了大量的 就是说他们已经用碎纸机 粉碎了的这些材料 你说什么意思 你说新闻报道后 他后没说 就说到这 就说找到了大量的 被粉碎的这些材料 会不会有没有可能 我们想办法把这些拼在一起 因为以前屡次都出现过 碎纸机已经很粉碎了 但是最后还是把它拼上了 其实真的非常多 这情况出现了很多 有没有任何可能性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美方没有烧 但我相信美方如果没烧的话 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可能也不重要 对不对 但是反正你就知道 就是说后边各种闹剧 今天汪文斌又誓言的要报复 我们看看最后他怎么报复 我对那个我还是非常有期许 我们看看 他是把成都领事馆 直接拿手机推了 是吧 不过有人已经算过了 说成都领事馆待在地区 非常的贵 说周围的楼盘都很贵 说周围盘都是好像几万一平米的 那种 知道吗 说楼盘 现在已经有人盯上了 就说有人要收 说楼盘可能要上亿或几个亿 楼盘 如果把他整个推了之后盖起楼来 知道吗 好像能卖几个亿 还有人说 干脆就给他改成火锅店 反正咱们看 我很想看看中方怎么报复 或者也有可能就是说不报复 只是说说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呼吁我们还是冷静 不要把它搞成一出小孩子的闹剧 你想说什么 没想说什么 好 直接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